前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 是习近平执政后 第一个亲手授予上将军衔的人 也是习近平任命的第一任火箭军司令 早期的魏凤和 在习近平与江派内斗的关键时刻 站在习一边 并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但最后 还是习近平亲手毁了他 火箭军高层也几乎被团灭 在魏凤和的军旅生涯中 先后遇到了三个关键的人 把他一步步推上中共现役军人的巅峰 国防部部长的职位 魏凤和在党内斗争的夹缝中余力 最终在党内清洗的急流中返船 魏凤和农民出身 1954年2月生于山东辽城 一个普通的农户家中 16岁的时候进入中共军队 当时文化大革命运动席卷全国 18岁时加入中共 在早期的军旅生涯中 历任第二炮兵部队班长排长 到文革结束前期 21岁的魏凤和短暂进入国防科工委举办的训练班 学习与大型导弹相关的引擎专业 到1979年 魏凤和担任二炮部队某基地作训谷参谋 1982年赴第二炮兵指挥学院指挥系大专办学习 毕业后逐渐进入二炮部队的指挥系统 魏凤和40岁的时候被晋升为大校军衔 先后出任二炮部队旅长 基地参谋长 基地司令员等职 在中共的军队中 派系背景和裙带关系极为重要 1999年担任二炮部队参谋长的靖志远 是魏凤和的山东老乡 他对魏凤和的仕途起到了关键的提携作用 2003年 靖志远升任二炮部队司令 两年后 魏凤和转任二炮部队副参谋长 2006年成为参谋长 正是在此时 魏凤和有了接近中共领导人的机会 他被急于在军中陪植亲信势力的 中共党魁胡锦涛看重 魏凤和投到胡温阵营之后 2010年升任中共军队副总参谋长 到2012年10月 接替卸任的靖志远 担任第二炮兵部队司令员 顶掉了当时被认为最有可能出任二炮司令的江派骨干政员 时任二炮政委张海洋 由于当年2月爆发的王立军事件 迫使习近平在执政前夕与胡锦涛结盟 共同对抗企图发动政变 废除习近平的江泽民派系势力 王立军事件成为中共时局的分水岭 习近平执政第二年 发动了规模浩大的反腐运动 在党政军等领域深度清洗江派与党 反腐十年后 中央纪委副书记萧培公开披露 中共纪检部门共立案审查调查各级党政单位里级别最高的官员20.7万人 立案464.8万余见 立案审查副部级以上的中管干部553人 其中不罚中共的正副国级领导人 魏凤和出任二炮司令时仍是中将军衔 与他的职务不相称 于是胡锦涛把授贤的机会 留给了刚刚当上中共总书记的习近平 2012年11月23日 在北京八一大楼内 习近平单独给魏凤和举办了一场隆重的授贤仪式 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宣读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 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主持进贤仪式 全部军委成员悉数出席 让魏凤和倍感荣光 然而根据中共的宪法 授贤是一种国家行为 应该由时任中共国家军委主席胡锦涛来授予 胡锦涛法外授权属于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 目的是帮助习近平尽快在军中树立权威 2015年12月 作为习近平军队改革措施的一部分 第二炮兵部队改名为火箭军 魏凤和称为第一任火箭军司令 原二炮高层的其他人也基本留任员岗位 火箭军是中共战略导弹部队 具有在陆地和水下发动远程核打击的能力 相应的 中共利用火箭军的核武威慑力 以及全球范围的打击能力 对地缘政治和印太区域安全极具破坏性 因此火箭军被中共称为王牌军 此外 火箭军也是中共持续对台湾 进行军事恐吓的重要组成手段 承载着中共武统台湾的梦 军事观察家认为 中共若想打台湾跟美国开战 它的海空军没什么战斗力 主要将依靠火箭军 而火箭军的军人也知道 一旦打仗 美国首先要破坏火箭军的导弹发射机制 他们这些军人可能会在第一时间成为炮灰 时间转到2018年3月 到了魏凤和退役的时候 但习近平并未放他回家养老 而是让魏凤和出任中共现役军人 名义上最高的职务 中共国防部部长 此举足见习近平当时对他的信任 第二年6月 魏凤和以中共国防部长的身份 出席在新加坡举办的香格里拉对话时 化身战狼 他放狠话说 如果台湾独立 中共将不惜一战 不惜代价 不惜一战 不惜代价 一定会打到底 2023年3月 魏凤和卸任国防部长 一切好像到此结束 魏凤和不知道的是 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正在等着他 去年10月份 美国空军大学发表的一份详尽的报告 披露了中共火箭军从核心指挥系统到后勤保障基地等具体的信息 包括导弹发射基地地址 部队主要功能 负责人的中英文姓名和部队番号等 报告以数状图显示了火箭军各部门主要负责人的照片 姓名和彼此的关系 并在地图上标注出火箭军在中国各地的部署位置 这份报告甚至特别说明了如何解读中共部队的番号 同时 今年7月3日 美国的一家研究机构 詹姆士马丁防核扩散研究中心 发表了长达73页 名为《2023年中共火箭军战斗序列》的报告 详细记录了火箭军六个旅的坐标位置 以及每个作战单位拥有何种型号的核武器和发射装置的数量 并指明东风时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 目前正被广泛部署在韩国周边地区和临近台湾的中国省份 该报告列出许多非常具体的数字 包括在过去十年中 火箭军的作战导弹旅数量翻了一番 达到至少40个 目前分为6个导弹基地 每个基地负责6至8个旅 上述报告描述得非常详细 军事观察家表示 看后震惊之余也不禁怀疑 这么全面的信息绝对不是哪个卫星拍到的 也不是什么基层人员能够掌握到接触到的 基本可以断定 这些情报应来自于火箭军高层的核心机关 泄密事件发生后 有多个信息员在今年7月披露 火箭军司令李玉超 在任上被军方反腐机构带走调查 同时被带走的还有副司令刘光斌 和前任副司令张震忠 另一名火箭军前任副司令吴国华 几乎在同一时间在家里自杀身亡 7月31日 习近平任命来自海军的王后斌 担任火箭军司令 任命来自空军的徐熙胜 担任火箭军政委 间接证实了火箭军军头被清洗的传闻 但新组建的火箭军高层 军政主官已经没有了在导弹部队任职的履历 显然习近平已经对火箭军系统失去了信任 魏凤和虽然离开火箭军多年 但也未能幸免 从今年3月卸任中共国防部长以后 至今再没公开露面 8月31日 在中共国防部新闻简报会上 当有记者提出关于火箭军高层人事变动 及魏凤和消失数月的问题时 国防部发言人回应声称 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 坚持有案必查 有府必撑 暗示魏凤和与数名火箭军军头已经出事 在短短鱼的时间内 中共火箭军的两代领导层几乎被习近平团灭 有人猜测起因是腐败泄密 还有人说获起政变暗杀 而大纪元从可靠消息来源获知 习近平害怕针对他的暗杀预言成真 消息来源透露 习近平真的相信预言 很怕死 预言里有拿着弓箭射的图片 他认为跟火箭是对应的 所以他把火箭军都撤了 抓起来这是主要原因 习近平最近频频隐身处处防范 不顾国际影响 加上侵袭火箭军 都和他相信超自然力量有关 习近平上任以来一直强调安全 最近又频频隐身 缺席了在印度新德里举办的G20峰会 让美国总统拜登和一些国际政要不满 但习近平更担心 预测宫廷政变暗杀等几个中国古老的预言 会应验在他身上 害怕自己会死在中共党魁的任上 有消息说 习近平身边也有高人指点 他特别害怕 做了很多措施防范 他不管国际社会怎么看 中国著名预言书推背图的第46项中就这样写道 有一军人身带功 指言我是白头翁 东边门里扶金剑 勇士后门入地宫 预言中的白头翁被认为对应着习近平 白字上加一个语字 正是正体的习字 整句话一指 与公字有关的军人 闯入当权者的住处行刺 此外 中国民间流传的奇书《铁板图》 最后一张图显示 在两座山峰中间的山澳上空 先后飞过去四只黑色的鸟 第五只白颜色的鸟 撞死在右边的山峰上 血溅峭壁 铁板图里的白鱼鸟儿 同样指的是习近平的姓氏习字 前面飞过山峰的四只黑鸟 代表四任中共党魁 毛、邓、江、胡 此图预言 习近平是中共最后一任党魁 并且会连同中共一起灭亡 魏凤河等火箭军高层出事 表面上是中共内部清洗 但也反映出 这个红色帝国的末日已尽 习近平在刚上台执政时 就给魏凤河一个人 举办了一场隆重的上将授贤仪式 后来 魏凤河作为习近平的打手 在国际舞台上 不止一次的威胁恐吓台湾 但最终 魏凤河又被习近平亲手打倒 在中国的历史上 当一个残暴的政权走向坟墓时 统治者往往会对属下产生强烈的不信任感 会清洗一批又一批他认为有威胁的下属 而此时的情景或许意味着中共政权的晚歌正在响起